大家好 欢迎收看边讲边talk 今年有套剧集台词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先处理心情 再处理事情 移民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处理 往往都希望是越快站稳阵脚就越好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自己的心情 尤其是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情绪 因而影响了我们家庭的关系 所以今集边讲边talk就请到家庭治疗师 Yelene和我们聊聊天 Yelene 你好 你好 Frank 如果8月的时候有看过寄香港人的话 都应该大家会留意到 Yelene今天和我们可以聊聊天 我想在开始之前想问一问Yelene 其实家庭治疗师是什么来的呢? 我比较少接触 这个时候交给你讲一讲 好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本身自己是英国注册的家庭治疗师 我自己的工作主要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在一间精神科的清少年的精神科医院工作 就为他们那里有受到情绪困扰的 就是青少年的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做一些家庭治疗的服务 另一方面我自己有私人的个案的处理都有 那你问什么叫做家庭治疗呢? 其实家庭治疗其实都是一种心理治疗的一种方法 但是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是会以一个人制的关系 去处理个人问题的一种系统的思维的方式 如果我举个例子 假设譬如有一个男士 她有这个抑鬱症 那医治疗很久都医不了 甚至吃很多药 做了很多个人的治疗都做不到 后来我们才发觉 原来她的情况是和她家里面发生的婆式关系很有关 结果当她做了这个家庭治疗 我们去以一个她的问题这个系统里面 去看回她这个个人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其实她这个个人问题 只是反映着她那个问题的系统 或者我们简单地说 她家庭系统出现了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相信用人制关系的角度去处理的话 有些时候其实是会使到那个问题的处理方法 也会有一个不同的效果 你刚才有讲到说在医院那里工作 有没有可以讲一下 其实来到找你们去做治疗的 那个服务的使用者 他们的profile是怎样的 多数是本地人 有没有一些其实是其他国家 又或者是有些外来移民 是要经过你们去介入的呢 其实英国已经是一个很多元化的社会 所以其实除了本地的英国人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种族 甚至有很多不同地方来的移民的家庭 包括可能东欧 非洲 印度 巴基斯坦 就是你讲得出的其实都有的 所以我们的服务的对象 通常都是因为受到很大的情绪困扰 而且他的情绪出现了很严重的状况之下 他必须要入院以保 确保他的安全 那么在英国的制度里面 尤其是在精神健康 他们看来就是一个 真是一个整个系统的思维来的 我们的团队包括就是会有一个精神科医生 护士 营养师 老师 社工 家庭治療师 心理学家 以及护士 按摩记座 那么我们有整个团队一起去工作 那就去处理这个病人 甚至会怎么样去支援整个家庭 整个配套来讲的话 就会才可以帮到这个青少年 怎样可以走出这个情绪的困扰 那就是一个很维持的方法 我想问一问 其实这次可能是香港人移民潮这个环境 其实都是一个很特别的背景 在这么特别的背景底下 其实这样的移民 去到比一个无论是个人也好 或者家庭也好 其实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压力 是令到他们可能是家庭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呢? 你一讲移民 其实你一想就要处理几件事 第一就是你个人 我自己那个人的自己的身份认同 我自己的情绪各方面 如果去到家庭的层次 就是我整个家庭的角色、位置 整个家庭的改变 至于去到社会 你如何去适应那个新的系统 包括医疗、教育、法律 所有东西你都要重新来过 其实你已经是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的事情 要去处理的 而在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移民的情况下 其实移民本身已经不容易了 因为你从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去到一个可能很陌生 甚至你是第一次来的地方 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我自己看 第一个阶段就是 你开始想了 我要走了 那是不是整家人一起决定的呢? 还是有些人觉得想走呢? 走的时候是不是一起走呢? 还是有些人留在香港 我们先派一些先头报道去呢? 这些各种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其实已经可以是产生很多不同的矛盾 或者说是冲突的 好了 当我们完成 好了 终于来了 我来到这个过程里面 最初我们会看到 其实大家都可能会容易一些 因为在最初所谓的蜜月期 大家都会比较 就是会尽量做了一些 就是看到的东西 包括就是住屋 教育 还有什么 买房子 就是总之找工作 这些全部你是比较容易一些 去看到实在一些 可以做到而且有效果的东西 通常我们会很注意的 反而你说情绪啊 或者自己开不开心啊 整个家庭之间的互动 我们那个时间不是很特别去处理的 那到去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去到你差不多都买了就买完了 你都不可以买几间的 你都是买一间的而已 那你找到学校 那你找到了 那你都不会常常转校 差不多这些搞定了呢? 其实那个时间其实那个人已经很累了 甚至是其实你都筋疲力尽的了 因为你做了那么多东西 在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你才开始慢慢会浮现了很多家庭之间的矛盾 那如果你说有什么矛盾 如果他适应得好 那他就越来越好 那晚那些他又不太适应到的时候 他就越躲起了 那如果在一个这么大的落差之后 在整个家庭 就很快会形成一种很强烈的矛盾了 甚至就是你会发觉 那个角色上有很多改变的 比如以往可能爸爸是负责赚钱的 谁知道来到之后 爸爸找工作就难一些了 妈妈找工作就反而容易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又要去大家去处理 究竟我们角色位置不同了之后 整个家庭互动有什么影响了 那就是其实每个家庭都会面对 很多种种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在整个移民的过程 其实每一个阶段 其实都会有机会有那个矛盾 和冲突的出现 嗯 好啊 那这一节就我们来到这里先 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的频道 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因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就是全新的我们 我不清楚究竟我们住的环境是怎样 我们找到工作 或者是我们究竟 可以自己捱到一个月 不喜欢人对着人哭 但是你会想到自己想哭 对着人的感觉 对着人的感觉 不喜欢人的感觉 会变成了一些情绪问题 包括失眠 很焦虑 我看到就是2021年 2022年 是陆续多了很多香港人的个案 而且是和移民有关的 我妈就会想 我爸告诉他什么时候回家 或者不想煮饭 然后做家务 他们会用家务 然后吵架 他太均嬌 好像他们永远都有一些问题 不能解决 不能解决 他们的Tagline是这样的 Family isn't a word It's a sentence 上一节 Elin就跟我们说了 家庭治疗其实是什么 今集 今节 Elin就好好地给了两个个案 给我们分享一下 第一个个案 就是一家四口 他们有两个女儿 在香港的时候 是一些很典型的香港家庭 星期一至五就是工人姐姐 帮忙照顾 去到周末的时候 父母就接了个棒 她的大女儿在香港的时候 觉得读书有点困难 所以整家人就决定在香港就要离开了 去到英国就开始一个新的一页 但是离开之前就没有特别这样去 有很多时间去处理大家的情绪 到处之后 那女儿在开学之后 其实上学就不太开心 回家就只顾着打机 每晚吃饭都要父母去煞她吃饭 而父母之间都开始觉得 怎样去管理管教他们的女儿 都有一些差异 有一个不好的关系在这里 在这个时候 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已经来到英国的时候 其实这个家庭关系 还可以怎样去咬正回来呢? 比如刚才你看到 他已经讲到就是说 比如一家人的活动上 好像都不是很妥当 那我就会先问 究竟他们在香港的时候是怎样呢? 如果你看到提前他们 其实在香港的时候 父母的角色不是很重的 很多时候父母的角色 都是去赚钱赚钱回来 或者提供一些物质 读书读不了就去补责 那变成来到的时候 好像父母的期望上 有些不同了 爸爸慢慢开始想 我想参与多些 甚至我希望多些亲子时间 但是那些孩子是否这样想呢? 因为你会看到 其实在移民的过程里面 如果本身你们的关系 是比较亲密的话 通常在过程里面 未适应到的时候 他的关系会更加黏 一些的 因为你害怕 又没有什么安全感 但是如果你的关系 在香港的时候 可能都是比较一般 或者疏离一些 又会因为这些情况之下 你是会疏离一些的 因为你不是很习惯 大家突然间要这么多活动的时候 他们的关系也都会拉开一些 所以你看到如果这些家人 似乎小孩本身在学校上面 已经有一些识验困难的时候 他可能看不到 他自己可以找父母聊 甚至他看到父母看到的 他只是想着打机 而可能想象不到 其实他是在移民的过程 在识验上有些困难 变成他闻不出声或者之类 那我们其实是希望透过 好像刚才说的家庭治疗 如果我们集中只是看 那些孩子的问题的话 可能我们就不知道 有什么可以帮到他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给一个机会 让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去分享 甚至去讨论 其实在移民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怎么想 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在这种互动的过程里面 可以帮助他们整个家人 简单来说就是洗牌再来过 我们怎样可以在一个角色上 我们的位置 分工上 甚至我们整个家庭的互动上 怎样可以重新一个改变 或者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去处理大家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反而在一个过程里面 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知道一个療程 假设像刚才的个案一那样 一家四口 他们会是一家四口那样坐在那裡 跟着就跟你有个互动 聊天 你给了那个建议给他们 如果一家四口 最理想的当然是四个一起来 但是世界怎样这么完美 有些时候可能小孩不想来 或者夫妇其中一方不想来 总之有很多原因的 我觉得有多少做多少的 我们的角色就是 就是我们不会说你少了人来 我们不做 如果最好你想四个来到的时候 然后主要我们做的角色 不是我们去给意见 因为讲真一句 其实他们整个家庭 其实他们才是他们自己家庭的专家 我们怎样会比他们更熟悉呢 不过我们可以给一个平台 也希望在当中我们可以帮他们 去令到他们可以透过问问题 透过他们之间的互动 可以让他们慢慢去思考 甚至可以在他们的对话当中 找到的答案 可能这样讲好像很不实在 但是实际就是我们所谓的治疗的过程 当中我们都会很实际 真的要处理一些问题 不只是谈的 比如学校真的有问题 或者他们夫妻之间有问题 这些就是要处理的不同的情况 因为我这样picture 这样想就会好像是 其实要在四个人 在一个未必很认识的一个治疗师的面前 去说了大家有不开心的东西 然后可能是父母就会突然之间经过 为什么小朋友你不跟我说 你现在才有一个晴天逼你的感觉 又或者有时候我们会是 我们修修文化 其实我们也不很想说 又或者很担心 说了一些真话出来的时候 又令到大家不开心 就好像有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尴尬的情况 其实会的 尤其是如果你的家庭里面 都不是很习惯说情绪 也都不是很习惯说大家的感受的时候 其实是会觉得好像有些尴尬 或者不知道说了之后有什么后果之类的 但是我很相信就是 我们治疗师都受过专业训练 当然 第二就是其实你看到家庭 可以是一个很多的资源的地方 其实他们之间才可以帮到大家 一起互相成长 我们只是一个角色就是帮他们推一下他们 支持他们 令到他们在过程里面 慢慢地学习 怎样可以大家可以多说一些自己的感觉 甚至有些时候其实都不只是说情绪 反而就是在互动之间可以说得清楚些 例如我妈妈我不想你理我这么多事情 我已经十六七岁了 可能这些很简单的说话 对于一些青少年其实都很难的 我相信如果我们慢慢慢慢在过程中 因应每个家庭的情况和需要 其实可以慢慢帮他们 慢慢继承继承 就有机会可以有一个改变 如果不是大家都怕了 那就其实都很难改变 我也都相信为什么这么多矛盾出现 正正就是他们已经 大家塞在一个位置移不到的时候 他才发觉再不改变的话 就会出现更加多的问题 不如看看第二个个案 好 第二个个案就是一个太空人的情况 就是爸爸就决定留在香港 有儿子和老婆 就是儿子和妈妈去到英国 去新生活 爸爸就承诺一有假期就会去探访他们了 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妈妈就觉得很无在 因为很多事情都要和儿子去商量 有重要决定的时候 其实老公又不在身边 过了秒后 老公又再问东问西 这样 接着就导致夫妇之间 其实谈的事情就越来越少 再加上时差 七个钟八个钟的时差 其实很难去很轻松地聊天 而儿子也觉得 其实没什么必要和爸爸去聊电话 又或者觉得说了都没用 所以儿子和妈妈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密切 可能是一件好事来的 但是和爸爸 在香港的爸爸的关系就变得疏远 这些派空人这件事情 会令到家庭会有什么很实在的一个影响 其实我想最实在的就是 本身由三个人的家庭 突然间变成两个人 虽然你说爸爸都在 但是他已经在香港的时候 其实真正在这里生活 真的只有两个人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至于你看到就是 时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想想英国和香港差七个钟 冬季时间差八个钟 其实有时候有些决定是要很紧张要做的 包括你知道在这边租楼买楼 都是一些很紧张的课题 如果你问了他 要等十几个钟他才能回答你 甚至他都不是马上回答你 他又会问你这样那样 因为他都不熟悉那里的地方 我相信在这里的时候 就会容易产生很多的冲突和矛盾 久而久之 好像刚才我告案那样 他妈妈都开始想想 我不如跟儿子商量 那结果好的地方就是 他们两个互相合作到 那是好事 但是如果合作得很好的时候 也都在说一件事就是 其实爸爸的角色就会越来越轻 甚至是那个爸爸其实 再出不出现都不是很重要 在处理问题上 所以在移民过程里面 其实会迫使到 妈妈和儿子的关系 要么就越来越亲密 好像刚才那个个案那样 有些情况就越来越疏远 因为他们相处不了 那如果在这个个案 他越来越亲密的时候 那变成了爸爸不在了 那儿子有些时候 有机会就好像变成一家之主 那样的角色 变成了跟妈妈一样 一起互相合作 那有没有好处还是不好处呢 12岁的孩子 如果要他担当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 那他的好处就是 可能会令到他獨立一些 不好处就是他会变成一个 跟妈妈平起平坐的人手 那你就会想 那如果12岁 那谁还可以管教他呢 就是你会有很多情况出现 但是为什么这个家庭会来呢 其实是妈妈开始发觉 好像不是很妥当的 他的想法就是 一家人不是应该三个人的吗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好像 我和儿子越来越舒服的时候 我就好像觉得越来越和丈夫疏远 所以他才想看下 怎样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那你说 当然最简单的问题 当然是叫老公来英国 那这个是最 但是当然世界又怎么会这么完美呢 是不是 那我相信其实最重要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个夫妻要看到 其实就算他们分开了都好 他们都要学怎么样可以 在不同的形式之下 大家要好好地相处 甚至做回夫妻这个角色 做回父母的角色 反正的话大家都会很容易变得很方便 啊 问儿子就可以了 反正我老公不在 或者变成了 那老公又觉得 啊 我都不在了 我怎么参与呢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 都是那对夫妻 其实夫妇或者一个父母 如果他比较 是调整一些 他自己的位置 甚至清楚一些 我们两个虽然分开了 但是我们怎样可以 大家互相商量一些事情 大家找一个方法去做 这样的话 那就不会使到那小孩 需要这么投入 在一个家庭做一个 这么决策性的角色 那小孩自然就有机会 发展回他自己 那整个家庭里面 就似乎那个位置上 虽然有改变 但是那个改变 可能就不会令到 那个家庭变得越来越 就是不平衡 偏去了一边 尤其是可能是说 一些青少年 尤其是青春期的 男孩子或者女孩子 其实一个role model 对他们的成长 都十分之重要 是的 因为我看到 其实青少年 其实他自己本身 在这个阶段 已经很复杂 包括他要处理 很多人制的关系 社交的关系 校上的学员 还要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他已经要用 不是自己的母语 去和别人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尤其是十几岁 他本身在香港已经有一班朋友 突然间 可能要来到英国的时候 如果他自己都不是很愿意的话 就更加 他就更加 不是很愿意 投入这里的生活 有些时候 如果不是的时候 你想想他本身 已经做青少年 已经有这么多複雜的情绪 甚至关系的处理 再加上这个移民 如果上里面不适应的话 你想想他如果作为一个青少年 他怎样可以处理到这么多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会看到 如果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看到 他出现很多情绪行为的问题 都反映了其实他根本 自己已经复养不了这么多的情况 他们那些行为 会是些什么 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 他们出现的那些行为 会是些什么问题呢 比较初期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他们青少年有问题 就是在学校 比如在学校会搞事 有些我听过 有些人说错了 骂老师 跟同学打架 不教功课 没有上学 或者逃学之类 嚴重一些的话 可能他们会自残 甚至会出现很多情绪上的问题 就是他们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很容易憤怒 或者会很容易很哀傷 哭 各种各样都有的 比如我刚才说的 四人家庭的个案 你看到 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他完全不跟家里讲 直到老师打来 才知道他在学校 完全没有交过功课 不跟人聊天 甚至老师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才发现我原来在学校 职业上有很多困难 好啊 那我们来到这里 看完两个个案 我们休息一会儿 绿豆仔提提你 想收到绿豆的最新资讯 记得like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我学推拿的目的 是因为想移民 现在我都移民了 那我当然是做推拿 那我真是贯彻始终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我想试一下 究竟我的踢铁在鬼佬的世界里 究竟行不行 我们经常都说 香港人是狠狠狠狠做的 我就觉得如果 走这条路走不通的话 你就要转变走另一条路 就没有了 现在我移民了去英国 我反而觉得 我的眼界真是大了 世界不止一个单人 回到第三节的边讲边讲了 那刚才呢 夜灵在第二节的时候 也有讲到 那些小朋友 它是 其中一个个案 小朋友不吃饭 又或者是 要老师打电话 和家长说 原来小朋友没有交功课 才知道 他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出现 其实对家长来讲 我会觉得 就是义了 一个字这么简单 义 但是究竟是义 还是他们心理 是有些不健康 有些不开心 其实这些要怎样去differentiate呢 其实家长我发觉 最喜欢讲就是 他们义或者懒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懒的这个字 有懒的 是啊 懒的 我自己会觉得怎么看呢 譬如刚才的个案 他不吃饭 乖着打电话 其实你看到 当时和他聊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他很多时候 只是想逃避现实 就是逃避了 现在要面对的事情 所以其实打电话 是一个方法 他发觉就是 看到爸爸妈妈 都很忙于自己去适应 甚至爸爸妈妈 都好像很多烦恼 他都不好意思 甚至他不想告诉他 去看增添他们的烦恼 你说怎样可以 情况可以看到呢 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的 譬如如果他在香港 他一直都是 是这样打机打机打机 他来到都是 譬如说你也是打三个钟 来到也是打三个钟 我就不太觉得有什么分别的 但是如果你说 他来到突然间 整个人变了 讲少了话 一放学就入房 你问他事情不是很认 甚至很多事情都懒弱 不想做 也都不想说给你听 我觉得都是一个 开始告诉你 他们是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不过他又不能说给你听 好像另外有些个案就是 其实他在学校被人欺凌 或者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事 或者整天都 叫他的名字 故意说笑 或者别人都是搞笑的 但是对他来说 他已经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 他又觉得好像 好像都不知道说给妈妈听又怎样呢 又怕说了给他听之后 又不知道他会怎么处理 就是小孩子会有很多事情 很复杂的 其实他们想的事情 最重要就是 他要觉得 说给父母听是安全 说完之后 反而不会给他们 用一种责备的声音去说他们 那机会上 他就会基本上 他愿意说给他们听 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比较的 就是比较一下 之前他不是这样 为什么突然间是这样呢 之前他很喜欢吃东西的 为什么现在不吃东西呢 其实这些很少的事情 你其实你都看得出的 作为父母 我相信 但是如果这些是 你总会有一个时间的长短的 那如果是一两天 不是很responsive 不是很吃东西 那是不是一些端倪呢 还是会不会是那种 我会不会好像是小事化大 那样呢 我觉得都不只是看一样的 他不吃饭 但不过他吃了整罐午餐肉 那就不是了 但是如果你说他不吃东西 看他整天都悶悶不乐 做什么都没什么兴趣 叫他去超市 他又不去 其实很多东西加上 我相信我们香港的父母 是很精灵的 其实那些小孩 移动自己的尾巴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只不过有些时候 我们会很容易定性了 或者说他乱而已 或者他懶而已 就用了这些借口 去令到自己有些时候 看不到真正他们的情况 甚至你问他都会说 没有什么 小孩一定会这样告诉你 但是我相信 其实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在移民整个过程 作为大人 其实都已经很困难的时候 青少年就更加不容易 所以我会多数 很多时候都会给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我会尝试了解 甚至会很細微的东西 多看一些的时候 慢慢你自然就会看到 其实他有一个改变在这里 不是说他大到突然间 十天不吃饭 不是这种 但是你会看到他 譬如平时吃两碗饭 突然间现在变成吃一碗饭 或者不再喜欢吃饭 或者反过去 他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天天吃饭 都是一个可能的征兆 我们这个现在讲的 可能是轻正一些 尤其是关于下一代 小朋友的事情 如果是父母 或者夫妻之间 他们一些轻正 例如是他们不同人 不同伴侶聊天 那是不是最根本的事情 就是我们经常要observe 对方 有些什么都要尽量去和对方去聊 那会是应该解决到 或者是帮助到家庭关系? 我会这样看的 其实如果你以移民来做一个主题的话 其实移民本身不是容易的事 而且移民是好像一个很大的事 好像你结婚生孩子 甚至一些你大学毕业 其实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甚至是一个很大的project 所以他適应那个里面遇到很多困难 你会很寂寞 甚至你会觉得很挫败 这个是很正常的 对我来说 我觉得 没有出现这些很顺利 才是有些奇怪的反应 所以如果这些情况 如果你预了会出现的时候 可能会容易一些去接受 还有你说 父母或者夫妻之间的冲突矛盾 我觉得多数是源自于 其实在移民的过程里面 他对他的角色和位置的要求不同了 好像譬如尤其是其中一方 比较外向一些 他容易一些适应的 他很快找到工作 他很快已经去找他自己的网络 甚至很快已经适应到这里的生活 但是相反可能 听说现在很多丈夫 他的角色上可能热难找工作一些 还有他们比较文静一些 甚至可能他英文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就会越缩越缩越缩 越缩就会躲在家裡 如果一个女方已经发展得那么好 在这里安顿得那么好 男的反而好像倒后了 如果在一个这么大的落差之下 其实也会自然产生很多 他们在生活上的矛盾 我相信其实不只是要观察对方 而是观察你们两个之间的互动的改变 例如就是会不会现在 大家讲话的时候 常常都灰灰气气 或者问你又不回答 或者你们已经开始没有办法 有效地处理解决问题 就是你看到大家之间的互动 好像越来越说越都说不了 甚至处理不了问题 那我相信如果两个人之间 你已经开始看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可能就要想一下办法 甚至想一下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因为这件事会带来整个家庭 也都会有一个小孩会看到父母 哇 两个人说来说来说来说不了 甚至吵架都解决不了家里的问题 那他们都会开始担心 甚至他们都会怕 哇 那我们家里怎么样 因为你看到移民 都会带来很多不安的情绪 其实你刚才说了那件事 我很想追问下去 就是你说如果没有发生 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才有问题 我想知道 其实可能真的没有问题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问我 有没有完美的家庭 怎会有家庭是完美的 每个家庭都有一个问题 只是小问题 大问题 甚至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我说的意思是 你移民带来这么大的改变 是必须要求 你整个家庭系统 一个改变来的 如果你的家庭 可以不改变又去到移民 甚至移民过程 什么都不用改变的话 那我都开始考虑 其实我都很有兴趣 研究一下 如果有这些家庭 我相信 你讲的那种是 只不过是说 有问题之中 他们很快可以处理到 而感觉自己好像很顺利 那我相信是有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 你必须要知道 如果真的一旦出现问题 其实这个真的很正常 每一个家庭都会出现 尤其是一个所谓叫做 那么多不预知的情况 在这个移民里面 你也都不预知自己去哪儿读书 不预知自己在哪儿上班 甚至你不知道自己买到个房子 那么多不预知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会对一个家庭 整个系统的要求 是很大的改变的 其实 一些问题我们不处理 当然就是病向前 中医就会越来越严重 严重的时候 其实会有些什么情况 都可能会出现的呢 最多数我相信最初的时候 通常都会 首先就是互相埋怨 看看是谁决定来的 那些人先揭一下 大家就会有很多这些钟炒 嚴重一点 其实是很影响到情绪的 包括就是你会发觉 那些人最常见就是失眠 睡得不好 有很多焦虑 还有会觉得自己很孤单 很抑鬱 那这些就会有很多情绪的出现 那多情绪出现的时候 如果其他家庭的成员不察觉的时候 通常那个有情绪的人 其实他自己未必知道 需要已经是时间 需要去找人帮忙 甚至他自己以为自己 過一段时间没事 通常我们会这样 好像病 通常都是说过一段时间没事 但是过一段时间你都是这样的时候 那你都真的必须要去看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经常都说 整个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就是我们互相要看到对方 有没有什么他们不妥当 我们要帮 或者有些什么 我自己做到的 就是怎么去帮对方 其实说来说去 其实移民本身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其实真的好像 大家坐着一只船 戴着很大的风浪的时候 一家人怎样可以 谁在那拉着一条绳子 谁在做什么 不同的位置 如何平衡一只船 其实是一个人做不到的 是要一家人一起才做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对一个家庭很大的考验 但是其实同时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挺有趣的状态 因为你人生都没有什么机会 会遇到这些这么大的风浪之下 你还在一只船上面 而被一个考验整个家人 如果过渡到的时候 其实你看回一家人 这个正正就是你们最美好的时光 甚至你是一个最美好的 令到大家可以更巩固大家的关系 的一个机会 那我都听到有些朋友 就会说 为了加速子女在这里的适应 最好就叫他们和香港的朋友 就越少联络就越好 那其实这件事 是不是对他们心理上 是不是都有更加大的压力在呢 我收到很多家长都会这样问的 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 也都如果从一个家庭系统来看的话 在移民过程 其实他都没有适应到的时候 更加需要 其实在香港已经既有那些这样的关系 包括朋友的关系 去支持他 所以我不是很贊成 要他们立即断了联络 甚至不要看香港的电视 不要再和朋友仔 在网友打电视 我会相信就是 其实他新的那边 都没真的坐得穩的时候 其实他还很需要 香港那边 本身已经有的资源 或者叫做朋友的网络 去支持他 继续可以在英国 不过你说到什么时候 才觉得是一个问题呢 可能是 其实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完全拒绝英国 或者在一个新的地方的所有东西 去到一个很极端的情况 那当然你就要 开始去想怎么处理 但是如果你说他都只是 跟他们WhatsApp 有时打下机 开开心心的 我又不太觉得 这件事影响到他 他会怎样投入英国 反而我觉得 还给到一个机会 他可以慢慢舒缓一些 可能在英国生活的压力的时候 还有同一时间 可以令到他有一个 加油站的作用 令到他可以在这边 更加容易适应 因为我相信大人都是这样的 大人都是会继续跟自己 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可能是WhatsApp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 心理舒缓的一个渠道 是啊 我相信是 其实你朋友不分 远近你都需要他们的时候 没有理由 因为我去了一个新的地方 我就完全割开了 那些朋友不再见 或者不再要了 我觉得可能这样 反而令到移民的适应更加困难 我想问一问 假如家庭出现一些情况 不愿意的情况 其实他们可以怎么样 用什么途径去寻求协助呢? 如果你说是他们出现问题的情况 譬如你简单地说是情绪问题的 如果是学校 譬如小孩出现状况 我相信学校 就应该会有一些辅导给他们的 那你说如果是家里 譬如家里面的妈妈或者爸爸 甚至哪一个都好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在英国这个系统里面 最理想的都是要找回自己的GP 因为GP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一个人你要接触 而他是可以做到很多的转介 因为在不同的地方 他会在社区上面 已经有很多精神健康的服务 那如果情况再差一点的时候 他才会要求你入院的 所以整个系统里面我会看到 英国的NHS 是英国人我们第一步 可以做到 那至于有些人常常都担心 英文不好那怎么办呢? 其实英文不好都不是很担心的 因为这里现在有很多翻译 那起码都会 你会看到他们真的可以帮到我们 翻译 甚至可以一些基本上的英文 他们都可以帮到我们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担心 反而你进入一个系统里面 你就才会有 他会给你很多不同的服务 包括刚才说的心理治疗 甚至是职业治疗 营养师 或者有不同的服务 他都可以提供到 我们今集很感谢Eling 就上到来边讲边讨 跟我们分享一下家庭治疗 这件事的 我们边讲边讨来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